第一 第一百五十 这个药就是我们常用的 我最喜欢用的就是阳性的药 阳性的药 那一般中性的 比较性温为寒的这种药 大部分都是上经 无毒的养生的嘛 那我们在诊室里面养生的不会来找我们 都是病严严的来找我们 所以我们用了中性下去的药很多 阳脊石是我用的 非常多的一个药 所以去看它胃咸 胃咸 这个咸跟刚刚淋水石的咸不一样 淋水石根本盐田下面产出来的 这个阳脊石呢胃咸 这个咸味就是软尖的 软尖的 所以我在宫间肿瘤的时候 我会用到阳脊石 他们咸能软尖 性又是温的 那种崩中漏下 像女人呢 子宫颈癌 她常常都漏水 低漏了个血 一直不停的 人家很多绝大多数的太太 她没有做什么子宫抹片 怎么搞的 月经怎么不停了 连续一个月每天都来 不正常的出血 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最明显的表情就是 不停的 不正常的出血 风中漏下 那破子障的中血 像子宫里面的淤血 都可以清出来 增结 增假就是女人的 子宫暖超里面的肿瘤 那男人呢 阴伪不起 虚的人可以补 他不足 那这个未嫌性 没有毒性 阳起时是补命门 壮阳道的药药 功能聊阴伪 男女都可以使用 他是撞羊 羊就是力量 羊等于力量 我们前面讲的 硫磺 就是点命门火 这火跟羊不太一样 火是闷在里面的 羊是你感受得到外面 比如那个点火 烧起来那个火 你可以看到那个火 在那边 太阳的光是热 你可以感觉到 羊和火是不一样的东西 地底下 我们知道地底下很热 地底下有火在那里面 地面上是羊 那羊起时呢 能够撞羊 石膏是补命门火 好 当然后果后面加个 比命门火不足 实际上我们真的补 补那个命门火不足 我们用硫磺 羊不足的时候 用羊起时 我再强调一下 几乎很多的癌症 肾脏癌啊 我都会 子宫癌 卵巢癌啊 大肠癌啊 我都会使用到羊起时 这个药本身又没有毒性 很好用 性又是羊的 好 那你 可以重用 比如说 这个一千两千 三千四千五千 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药本身没有毒嘛 好 没有毒 好 这个 后面呢 就会看 一百一十四页 好 这个羊起时的禁忌 任何的 虚寒 好 你不是虚寒 你因为带一点羊火的 带一点火的 好 不管这个火是虚火 还是死火 好 都有火的 好 有 有热 都不好用 我们用滋补补养的药 一定是存虚症的时候 存虚症 存寒症的时候使用 是最好的时候 好